走 郭世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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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郭世函 郭世函 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敢袭击肥狐吕 老套子 就不能来点心情 郭世函 快快快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那警卫帘呢 到这个时候 还什么警卫帘呢 宝儿 咱们上 走走走走 疯了 咱们吃手空拳呢 吃手空拳怎么了 我们是警卫帘呢 上 宝宝 真是服了你了 难打我们的人 我们拼了吧 洪生函 郭世函 你醒醒 你醒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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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傻蛋 这么多人 还不够你玩的吗 我跟你说 我从来不打你 别逼我 一群傻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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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1分 二群傻蛋 一群傻蛋 二群傻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涵 你找我 什么事啊 给你的 谢谢啊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靠着你就知道了 我先走了 再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老爷 你自己表现 你陪小弟们三天又负责自本啊 仗义 乱起时间啊 马上开饭了啊 好嘞 听说这伙食不错啊 听说是三婚一素 三婚一素 你做梦吗你 不错呀 三素一婚 放心吧 给体育补助 伙食差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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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有问题吗 你倒是真不客气啊 你小子展眼睛是喘气用的吧 这里是教官宿舍 你以为你跟教官们一起来这儿 你就成教官了 你也就比其他学员早到了那么一点点 走错地方了吧 出门又乖 学员宿舍在那边 快去吧 你来得早 选个离厕所近的位置比较好 起码洗夜时候省事啊 别烦是 看什么 真拿自己当干粮了 少样 小话还挺好 进来就说什么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心情非常不好 别惹我啊 把辈子还给我 送口 我跟你说啊 好狗不挡得好啊 我不是怕你啊 我是不跟狗一般见识 把鼻子还顾 有没有人管啊 谁的狗啊 报 送口 你看什么看啊 把你狗叫回去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准再叫黑龙是狗 它不就是这条狗吗 你再说一次试试 它不是狗是什么 我跟你说啊 不不不再放狗了 黑龙 里边搭人 有点意思啊 可以啊 有两下子 住手 来 干什么 没德行是吧 干 干什么干什么去 这次先放过你 谁放过谁啊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吧 是 你等着 скоро 寄手 教官 来 好 偶л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的订阅电话已关机 慢点 先看看 来 先看看 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不喜欢吗 还行吧 还行 你说吧 你看看还缺什么 爸爸去给你买 缺妈妈 爸爸 咱们搬家了 妈妈要是回家 不知道咱家的新地址怎么办 她不就回不了家了吗 我 蓝牛 别担心 妈妈她知道呀 因为爸爸告诉妈妈了 真的 真的 爸爸我骗我 爸爸不骗你 爸爸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可以不回答 但是你不要骗我 有什么问题 你问吧 你答应我 好 爸爸答应你 你和那个阿姨 是什么关系啊 哪个阿姨 就是今天和我说话的 那个漂亮的阿姨 但是爸爸 以前的同事 怎么了 他是不是你的前女友 爸爸 是不是 我说过 你可以不回答我 但是你不要骗我 我已经听过我欺骗了 我只是想知道 他是不是你以前的女朋友 爸爸 我不是小孩子了 我什么都懂 我说 你们为什么没结婚 傻丫头 我们如果结婚的话 怎么会有你 你为什么要跟妈妈结婚 你是爱妈妈 还是爱那个少校阿姨 我说了 你可以不回答 但是你不要骗我 但是你不要骗我 兰妞 很多事情呢 没那么简单 等你以后长大了 慢慢就了解了 你不爱妈妈 这是什么话 但是你更爱 那个少校阿姨 兰妞 给我看出来 来 过来 安妞 你说对了 爸爸是曾经爱过 那个少校阿姨 但是这是很多 年前的事情了 又十年了 这十年来 发生了很多故事 我和你妈妈结了婚 有了你 妈妈 蓝牛 爸爸 这是一个完整的家 是我的家 是我们的家 蓝牛 请你相信爸爸 爸爸爱这个家 这个家 在爸爸的心里 比什么都重要 骗人 爸爸没有骗人 你的部队就比这个家更重要 别解释了 解释就是掩饰 我困了 我的房间在那儿是吧 我先去睡觉了 就搬个家比出国王还累 到时差 妈妈 你妈妈 妈妈 本来是爸爸去接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K 你也要去 是 郑子梦 你已经不年轻了 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 虽然带救援俩字 但却是货真价实的特战分队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是认真的 你见过高盛涵了 是 我想知道 你不是因为感情冲动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旅长 您是看着我一步一步地 成长眉卫生队队长的 无论是抗震救灾 还是训练演习 我有一次含糊过吗 你的表现 我们全力上下 乃至计算机都知道 当兵就要当能打仗的兵 我希望成为解放军第一支 空降救援突击队的一员 请旅长批准 能不能成为霹雳火 真的不是我说了算了 我批准了 有用吗 我会努力通过选拔的 好 我骞泽 你集训期间 队长有副队长代理 是 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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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 呆鸟 有事啊 别晒 你干吗呀 神经了 不是 我这儿去霹雳火空降救援队 怎么就神经了呢 可你是飞行员呢 人家也没说 不让飞行员去报名啊 是 是没说 可是谁也没想到 飞行员会去报名的呀 我这不就是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吗 你搞什么呀你 你已经是直实的飞行员了 培养你花了多大的代价 怎么就想起来改行了呢 年轻嘛 想换个货法 再说了 我也没有离开飞行员啊 你知道这会影响你的发展吗 你是权力最优秀的青年飞行员之一啊 你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呀 有什么用的 连个女人都打不过 你打不过就好好练呗 这就齐磊了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真的 在天上飞了这么久 飞腻了 想到地面上试试 奇怪 你一定有什么话没跟我说 没有 我真的想好了 我想到特战分队去试试 我们马上也要组建特种航空队了 你就不想参加吗 特种航空队 对 特种航空队单号战虎 战虎特种航空队 主要进行陆航特种作战的研讨 你不觉得 你更应该参加这支特战分队吗 通知你去开会了吧 通知了 就是组建战虎特种航空队的动员会 你也在名单里边 这可是解放军陆航的 第一支航空特战分队啊 你也在 故意也在吧 当然了 他的优秀你又不是不知道 既生非 何生易一样 不会吧 你就是为了躲他呀 也不是躲 真的 有些事情 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是 副厂部长 我真的需要换个过法 希望你能够批准 好吧 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 那我就签字吧 展书 你不认真是 不认真是 我认真是 我认真是 给你拱导的 但是我根本不是怎么做吧 路是我自己选的 我一定走到底 年轻人 要把眼光放超越一点 被感情左右自己的命运啊 那是最愚蠢的行为 你 你看我干嘛 没事 你说的话我都记到心里了 我先走了 来来 战火的动员会不参加了吗 我已经打算去霹雳火了 战火的特种航空队的动员大会 我就不去参加了 多保重 被感情左右自己的命运 是最愚蠢的行为 对 我们当初 为什么那么蠢呢 别看了 他不会来了 他去霹雳火了 他疯了 谁说不是呢 他他 他 dream了 他去看了我们的军事 他想知道吗 然后天啊 他想要说是迹石头 运输直升机 你们擅长的不是一个领域 但是 我为什么要把你们招集到这儿来呢 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年轻 年轻 是一种无间不随的力量 年轻 是一种无可畏惧的信仰 因为年轻 你们不惧怕任何的危险 你们不随险任何的责任 你们和我一样 都毕业于陆军航空兵学 我很清楚你们 在这个年龄 心里会想些什么 你们渴望飞得更高 渴望飞得更远 你们 将开创中国陆军的历史 你们 将开创中国 陆军航空兵的历史 根据上线指示 飞狐吕 将组建两支特种分队 有一支 你们已经知道了 霹雳火 空降战术修研突击队 是专门在敌后 营救逝制飞行员的 另外一支特产分队 就是今天我 召集你们来到这儿的目的 战虎特种航空队 这 就是我召集你们来到这儿的目的 你们 飞狐吕 最年轻 最有活力的航空飞行员们 将成立 中国陆军航空兵 历史上第一支 航空特战分队 战虎特种航空队 战虎特种航空队 将要承担起 中国陆军航空兵 特种飞行作战的 事业研究任务 不仅要配合霹雳火 空降战术救援突击队 执行抵抗营救和作战任务 还要独立地承担起 特种飞行作战行动 你们以前都看过很多 外军特种航空部队的 战力资料 你们也都问过我 为什么我们 不能组成这样的航空部队 今天 机会来了 机会就摆在你们的面前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你们都是优秀的飞行员 你们也都清楚 特种航空战术 要比寻常的航空战术危险很多 超低空突入 切地面飞行 无形电静没飞行等等 充满了危险和挑战 除非是最勇敢的飞行员 才能留在我们战虎特种航空队 你们是最优秀的吗 是 是 如果你们不要笑 我早把你们提给霹雳火了 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战虎特种航空队的队员了 这对于你们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也有一个坏消息 根据旅单位决定 由我 兼任战虎特种航空队的队长 你们都了解我 对于你们来说 这是一个噩梦 这怎么是噩梦呢 太好了 太开心了 哼 你是开心了 好了 一会儿 都回去收拾一下 到战虎特种航空队的宿舍楼报到 下午就开始行列 集散 太棒了 最复杂摩长 我太高兴了 你干什么呢 你收拾行列 这九零后的女孩真的这么不含蓄吗 爸爸 我太高兴了 我的乖女儿 你怎么醒了 你要上班去啊 对啊 爸爸要去工作 今天呢 爸爸要和新队员去见面 去训练 你呢 在家乖乖地等爸爸回来 好不好 嗯 你看 饭菜爸爸都给你做好了 饿了的话 自己吃啊 好 我走了 嗯 妈妈没说到什么时候回来吗 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吧 这样的话 爸爸有机会呢 问一下妈妈 问问妈妈 什么时候回来 好吗 嗯 我什么时候上学呀 嗯 嗯 哼 学校呢 爸爸都给你联好了 明天 你就可以去 新学校去上学啦 哼 还有什么问题呀 爸爸 我没问题了 这是问题大王啊 嗯 再见啊 嗯 嗯 还好还好点 好 可以再低一点 好的 李赢 我们再来一次 要开始啦 要开始啦 离比我们还早 笨鸟先飞嘛 你们霹雳虎 离开我们战虎 那也是没有翅膀的老鹰啊 到时候你可别只管送不管街 哼 没错 我就是只管送不管街 如果真那样的话 我就拿个四零火 把你给打下来 哼 好了 我们也要开始了 我过去了 好点儿 这一组飞得还不错 好点儿 这一组飞得还不错 好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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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 干嘛 那还有点儿紧张呢 放心吧 有我照着你呢 你看什么呢 爱找你事了吗 算了 算了 宝贵 宝贵 宝贵宝贵 算了 算了 收拾 收拾 走走 走 你看什么呢 你看那个飞行员 就前面那个 他叫许飞 你认识他啊 他是我表姐 他是我表姐 高中时的男朋友 新式的小姐夫 那他认识你吗 小的时候 暑假里见过几次 后来 听说他搞了飞行员了 我以为 他在空军呢 他应该不记得我了 所以呢 原来原散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没想到 我在这里能遇见他 你喜欢你表姐的男朋友 是前男友 他们早分手了 那个时候多小啊 懂什么 再说我表姐都结婚 有孩子了 那你怎么就知道 人家现在就没有女朋友 就是 直觉 你看我好看吗 我这样去见他行吗 哎呦 赵小鸭大美女 哎 你搞清楚啊 我们可是来受训的 哎 不是来泡帅哥的 哎呀 良不耽误嘛 其实我觉得 黑学员是蛮帅的 嗨 嗨 干嘛 你认识我吗 你谁啊 我是赵小鸭 你还记得吗 赵小鸭 我认识你吗 小鸭 完了完了 人家不认识他 得了得了 本来就有点相思 张如云 你还记得吧 我记得 六年前 你上高中的时候 放暑假 你来他家玩 我们见过 见过 我记起来了 我记起来了 你就是当年那个 渣渣小辫 玩得跟那个 安格拉长毛兔似的 一天到晚留着鼻涕 倒是跑那小丫头 是不是 哎呀 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 都长这么大了 你现在还拿那个袖子 擦鼻涕不 哎 那都是小的时候 我现在都二十一了 对对对 现在长大了 长大了 哎 你 怎么 怎么长成这个样子 远远没有小时候 那么水灵了 哎 你 你怎么这么不会聊天啊 有 你们聊得好热闹 队长 啊 嗯 你是 波浪 飞行四大队飞行员 许飞上尉 小心 你认识我吗 认识 您是卫生队队长吗 怎么 你们俩认识啊 不认识 认识 不认识 快 大家列队 快 欢迎你们 很高兴你们站在这里 准备接受严格的训练 所以我介绍一下 我叫高盛寒 高处不盛寒的高盛寒 代号飞老 是本次霹雳火特战集训的总教官 你们一共有一百二十亿人 参加本次集训 但是其中 只有二十人可以胜出 成为未来霹雳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的精英战士 在成为霹雳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精英战士之前 首先要成为一名 中国陆军的合格大突击队员 你们知道 什么是突击队员吗 你曾经想过自己 有张一日 在缺氧极寒的万米高空 负重六十五公斤 从机舱一跃而出 自由坠体 在距离地面一百五十米 甚至更低的地方 才能打开散吗 在突击队员的日常训练当中 第一阶段就要有五次 而且其中一次 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中进行 这五次 我们全部要求全副武装携带实弹 包括你身上的手雷 都是真的 你曾经想过自己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负重五十公斤 长途跋涉九十公里 其中有二十公里 是极限山地盘登吗 那里根本没有路 到处都是悬崖峭壁 年朗都爬不上去 你曾经想过自己 可以熟练地操控 二十二种枪支和火炮 可以熟练地驾驶 坦克和装甲车吗 你曾经想过自己 在冰冷几寒的深海 在五千年经测当中 穿过密布水雷 和反外人海豚的水下封锁 去完成九死一生 炸毁敌人航母的任务吗 同志们 我想让你们好好想一想 不要说是实战 就算是在日常训练当中 如果你不能按照 规定时间离开 暴大的水下冲击波 会把你的五脏六幅都阵列 你会像一个 破损的皮球一样浮出水面 我刚才说的 都只是一名突击队员的 日常训练 赤手空拳 格杀持枪敌人 来无影 去无踪 穿过敌人防线 千米之外 取敌球手机 这就是突击队员的 日常生活 我们要求突击队员 进入人际罕至的原址森林 隔壁水源 在很多森林里面 万年阳光都照不进去 就连是 软波 想起来都会心真胆战地险境 那就是突击队员的家 在那里 有随时取人性命的 毒蛇和猛兽 就是突击队员的盘中餐 而你要作为一名突击队员 必须要吃掉他 否则 他就要吃掉你 在很多特殊的关键时刻 一名突击队员 就可以扭转整个战局 甚至挽救国家的命运 中国陆军的突击队员 是真正万里跳移的勇士 平均在一万个 申请报名者当中 只有一个人 有资格 有能力 来到我这儿 接受最基础的训练 而这不是结束 这只是刚刚开始 然后再经过军队多年的培养 才能成为一名 中国陆军合格的突击队员 霹雳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 又有着特殊的职责和使命 不光是要突击 还是要救援 当战争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直升机 运输机 轰炸机 战斗机 在敌后被击落的时候 我们就要出动 带给我们幸存的飞行员 回家的希望 当地震 洪水等自然灾害 在我们的城市 相处肆虐的时候 我们就要出动 去履行我们人民子弟兵的 暴乱 被搁置在海外的时候 我们就要出动 保卫我们同胞的生命安全 无论地面有什么危险 是枪林带雨 还是山崩地裂 霹雳火 空降救援独机队 航步犹豫 义无反顾地会掉下去 保护我们的同胞 安全回家 我不管你们是谁 你们到这里 有什么样的目的 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未来 我只关心一件事情 就是我说的上述情况 在将来某一天发生的时候 如果让我感觉到 你无法帮助他们遇难者 我会让你马上离开 明白吧 明白 明白好 这就是我说的话 在霹雳火 好 他人的生命 高于我们自己的生命 同志们 不用我再多说了 你们就该知道 这有多危险 怕了吗 不怕 不怕就大点声 不怕 霹雳火空降救援同机队 作为一支 有着特殊作用的特种部队 对人才的选拔 有着特殊的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的队员 不只是出席队员 还是战地医生 搜救专家 工程维护专家 信息处理专家等等 总之一句话概括 霹雳火 是战场上的尖兵 霹雳火 是生命的保护神 霹雳火 是第一种从天而见的帖使 你们听懂了 现在回答我 准备好了吗 是 我说了这么多 嗓子都喊哑了 我说了 你们这些人当中 有没有人想跟我说点什么 我是说 你们有没有人后悔了 有没有人胆怯了 有没有人犹豫了 听到我说我安全的想退出 想回原单位的有没有 爸 爸 这里没有人犹豫 我们时刻准备着 接受最严酷的考验 你们 你是谁 你能代表所有人吗 爸 说 不能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来到这儿 就想做最好的 夏世 请问你笑什么 我 我什么 我 报告 说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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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 报告 说 他瞎了 但是因为他乐观 他 他不是坏人 又来一个多嘴子 我请问你 你是他代言人吗 还是他 肚子里的蛔虫 报告 说 他 那不是通的 你们觉得很可笑是吗 一个无缘无故的笑 一个多嘴多舌 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 会连累你们全体所有人受罚 我宣布 俯华城准备 俯华城准备 我不想重复命令 俯华城一百个 开始 我告诉你们 团队协作 是你们要上的第一堂课 你是在这里 贯彻始终的一堂课 如果你们不介绍 或者受不了 现在就可以推出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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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咱俩 可把大伙给得罪了 就跟你说 不让你来 碰着个神经病啊 行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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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体能太差了 坦不忍睹 屁股腔那么高干什么 人在笑 在笑独立做佛生一百个 快 你不行的 不要勉强自己 你不可能撑得住我 你已经不是个小姑娘了 岂能不可能跟你伤 我告诉你们 男人和女人 会是一样的标准 因为你们无论是男人 还是女人 要去执行一样的任务 完成不了的 随时可以退出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 在我这里 我是不会怜悯你们的 因为我现在怜悯你们 到了战场上 死者是不会怜悯你们的 我知道 你们性别不同 基础也不同 没有关系 我不是嘴上说的 男女平等的人 我会把男女平等这四个字 付诸时间 继续 继续 人性别 一言 刘善善 小梅 康世函 你醒醒 康世函 康世函 什么样的胆子这么大 敢洗击飞狐狸 老套子 就不能来点心情 快快快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咱警员连呢 到这个时候 还什么警员连呢 老套子 咱们上 你疯了 咱们吃手空拳的 吃手空拳怎么办 莫名士警员连呢 上 老套子 真是服了你了 敢打我们的人 我们拼了吧 拼了 康世函 你醒醒 你醒醒 这么迟了 拼了 就了 怎么办 这 不 老套子 人家 老套子 你 你 老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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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傻蛋 这么多人 还不够你玩的吗 我跟你说啊 我从来不打你 别逼我 我从来不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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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习结束 全体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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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你们被淘汰了 请 都看到了吧 知道为什么要淘汰他们吗 因为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他们怕了 胆怯了 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测试 聪明的人都能看出来 路是你们自己选的 所以你们要承受这些 我要提醒你们的是 在这里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 被严酷的训练所淘汰 第二 留下来 战胜自己 成为一名合格的 霹雳火空降救援队的精神战士 枪林弹雨中 你们去救人 天崩地裂时 你们去救人 惊涛汉浪里 你们还是要去救人 就在地狱 在死产的铁队干液里 你们一样要去救人 你们身为军人 应该知道 我说的有多危险 现在请回答我 你们都心甘情愿吧 是 我对部队的口号 已经有免疫力了 我想看到的 是你们的表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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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非劳 他真那么厉害 要不然我怎么会选他来 还直接让他做个教员 真没看出来 是啊 十八岁的时候 他已经是铁人三项的 全国冠军了 如果他不来参军 他现在应该在 世界赛场了 我看是 以为他只是个训狗的呢 你知道吗 我想挖他 想回家吧 幸福地带着这条狗 看出来了 要不 怎么也不可能被你挖过来 有些人 今天正是干净好的 和性别无关 这哪儿来这么个疯女 我这紧的乖 你哪儿来的 关你屁事 不会好好说话是吧 有种去把他灭了呀 你以为我不想啊 要不是他带着那条狗 我早把他灭了 这借口找得好 打不过就算了 这跑你都跑不过 还在这儿废话 来 来 去 大家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坚持住 三云 我们怎么跟他上南边了 是啊 他们是一帮牲口 我 快 快 快 起来 快 快 快 起来 起来 对手 对手 没事 对手 对手 快 我们一定要坚持住 我们就不现在 他们烧的不是长跑运动员 他们也烧 并不必 快 我们要窃取 走 走 距离 距离 踩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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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科目的演练 是 加油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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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快点上车 上车 加快一倍 动作的加快一倍 坚持不了的趁大斗人 四点五号 加快速度 正 五号 四号 动作到位 二十四号 二十五号 快点 对 四号 动作 二十号 三十三号 你们那是小小短吧 啊 加哥 五十哥 好 至少 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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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定要坚持住 我 四号 九 五号 我快累死了 我又坚持不住了 今天才是第一点 嗯 你一定要坚持 加油 加油 几聚 救命 飞狼 你也太残忍了 男兵和女兵不同的年龄 怎么可能同一个标准 天上你说了算 这里 我说了算 你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做啊 你明明知道 他的体能 不可能会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 那我问你 你能劝他别来吗 不能 对吗 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个能力 就只能让他自己受不了 我不比你好受 快点 相信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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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快点 快点 快跑 快跑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早知道我就带块肥皂 你都什么时候还开着这种玩意儿 这就是我黄宝贵最宝贵的品质 乐观 乐观 对吧 走 走 快快快 快点 你快跑起来给鸭子去哪儿 快点 快跑 我 快跑 那俩俩新鲜的吗 来啊 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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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对他们的套路很熟悉吧 你才被他们训过吧 来啊 跟你说话呢 你不会是跟他们一伙的吧 客总彬 飞行员是吧 做好你自己的事 别问那么多问题 来啊 来啊 你神经病吧你 搞得谁愿意大理你 是他真实 站 快 快 快快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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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来啊 把他追上了 就是看不惯他那么狂 你不也挺狂的 我狂有狂的资本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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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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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這麼抓住人的 快點抓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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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快跑 快 快 快點抓住人 魏郎 魏郎 需要我幫忙嗎 幫忙 幫忙 你好像不太希望 那個衛生隊長留在這兒 軍事長沒跟我細說 但我能感覺到 你和他 好像有非同尋常的關係吧 做你該做的事 不要在我面前故作堅強 外強中章的人我見得多了 我是絕不會心軟的 因為我親自體會過 因為心軟 而不出的慘動代價 我現在心如鐵池 那是因為 我必須要為你們負責 我告訴你們 別硬撐著了 那樣 下場會很悲喊 是時候做出你們的決定了 被拼替我調代 一點也不丟人 大陸 打卡 吵一次 一陣子 中間 一陣子 一陣子 在哪兒 發生 去洗个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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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 你为啥叫真坦呢 你假的 我死了 哎 张好娘 有什么感触 我能有什么感触啊 凤凰变土鸡 她自找的 哎呀 这女人心呢 海底针 大鹏娘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意思 你说得对 她自找的 我就纳了邪闷了 你说 她说她想换个活法 我是 我是真 真替她不值啊 你知道吗 大牛 我缩上个床 给你控着呢 张虎的飞机员消息室 有你的位置 我累了 孙氏回来 真石头 白鸟 白鸟 梁耀色 哎 你没事吧 我看前像有事的样子吧 没事就好 我就是好奇 是你 宽心一下你 你宽心我干什么 就因为我跟你表姐谈过恋爱啊 是 这跟我表姐有什么关系啊 我现在 早结婚了 已经是两个孩子她妈了 是吗 哎呀 这可是好事 哎 改天安安替我祝福她 什么眼神啊 难道我不够真诚吗 没有啊 初恋呢 初恋呢 本来就走感情 所以啊 都看得很大 这可是我表姐说的 不是 可是呢 不是呢 当你真爱怀疑人啊 那个人 又离你那么遥远 哎 那才是最难过的事 我记得 记住啊 这可是我说的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速度 快速度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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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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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呀 小伙 报 手臂伸展 快 快快快 走 快点 我要上 快快快 那些人 大海里有兵 快点 有兵 快点 快快快 快 我们都在上 我们都在上 走 快点 二二零大刀告诉你们 如果不小心趁早果尉公英都一起 快点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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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放慢点 第几次吧 练营 第十七次 咱们再来 第十八次 来就来 谁怕谁啊 将育良才齐逢的对手啊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课 洗礼 同学们 再见 老师再见 再见 你们要干什么 你这个茶班生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就是徐晓风吗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保密 那你妈妈是做什么的 也保密 左一个保密 又一个保密的 我看是因为 你爸爸妈妈的工作太差 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 你管得着吗 反正就是保密 我看他有可能是没有 爸妈妈的野孩子吧 你才是野孩子呢 别人他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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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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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来 跑起来 我要是你们就再任性一点 这里是 霹雳花空降救援徒机队 在这里 你们这样是不可能磨混过关的 快点 人叫 wir Mudans 快点 快点 育药 头儿停 加快進去速度 北朝 北朝 没事 gains 北朝 走 别找 零号九号 到 你们都是零号九号 现在是训练时间 要是不想受罚 继续训 不想什么 快点 快快快 快走 快 零号九号 到 快点 报告 还能坚持吗 可以 你已经坚持了一个星期 你的表现 足以让所有的人闭嘴 现在退出 不丢人 报告 说 我来霹雳火不是为了争面子 我是想真正成为霹雳火的一员 难道你们不需要医疗专家吗 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去吧 我去 出事了 谁出事了 蓝妞 蓝妞出什么事了 他班主任打电话说 他把半个班的男生给打了 这不长期过去的 果然是虎腹无犬女啊 暴力小萝莉 我喜欢 好了 别填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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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一趟 你在这里盯着 是 杨老师 真是对不起 给你的工作添麻烦了 我倒是没什么 只要你和人家家长 把事说明白就行了 是 你说得是 各位同学的家长 非常抱歉 作为蓝牛的父亲 是我没有管教好女儿 这样吧 孩子们的医疗费 我全额承担 在这里 我向您表示真正的道歉 对不起 这位家长的态度确实不错 我们无话可说 可是你看看你女儿 把我们的孩子都打成什么样了 你看看小野你还在动 这不明显地不服气吗 这让我们以后更担心是 我们孩子以后在学校安全 谁来保证啊 就是打了一次 就有可能打第二次 我们孩子可架不着这么打 就是 就是的 是 你们说得对 啊 蓝牛 向人家道歉 向同学们道歉 快 我没做错什么 逼什么道歉啊 你这孩子 你都把人给打了 还说没错 是他们先起得哄 说我是外来的插班生 说我是野孩子 也是他们先动的手 自己功夫补到家 平时训练欠伙后 怨谁啊 蓝牛 蓝牛 看着爸爸 你答应过爸爸 要做一个懂事的孩子 对吗 爸爸教你格斗输我 不是让你去欺负同学们的 爸爸现在命令你 对不起 马上道歉 必须知行 知行 对不起 我错了 爸爸 你的命令我执行完了 我可以走了吗 蓝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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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老师 各位家长 蓝牛 这爷良挺怪的啊 不就道个歉吗 还要执行什么任务 是啊 你说他这样教育孩子 他妈能接受吗 所以说他只能缺着 就给他替俺 사랑 吹一言 尾子 你肯定是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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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她肯定是执行的 她肯定是执行的 你肯定是执行吧 她肯定是执行的 爸爸一定要坚持原則 知道嗎 爸爸 我打他們 是因為他們說我是野孩子 我不想當野孩子 可是你天天忙著心裡 根本就沒空管我 爸爸 我想媽媽了 媽媽到底去哪兒了 她什麼時候回來呀 她要是能回來 我就不是野孩子了 你 蘭妮兒 爸爸不是跟你說過嗎 媽媽去執行任務了 而且是秘密不了我 她 她一定會回來的 爸爸 可是她已經走了好幾年了 那不可能永遠都執行任務吧 不管你和蘭妮的夢 爸爸 我想媽媽了 等什麼時候回來呀 奶妞 佳老師 佳老師我都快想死你了 我不會是在做夢吧 那你先向老師一下 就知道是不是在做夢了 夏老師的臉是熱呼呼的 蘭妞不是在做夢 夏老師 你怎麼來了 我怎麼不能來呀 你是專門來看蘭妞的 我現在收掉了一半 我呢 已經正式調到這兒來了 剛才在校長辦公室 我跟蘭妞原來的班主任 正式做了工作交接 從現在開始呢 我就是蘭妞的新任班主任了 你真的是我的新班主任嗎 當然了 以後呢 蘭妞又可以天天跟夏老師在一起了 太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 好了 小妞 馬上還要上課呢 你先去上課 一會兒我再來看你 好嗎 好 我去上課了 爸爸再見 我們見 很意外嗎 是啊 確實很意外 很意外 是啊 確實很意外 為了把工作調到這兒 我生病第一次求了我爸爸 他也是第一次破例管我的事 你爸爸 也不是什麼高級領導 只是一個退休的 師範大學副校長 碰巧 這個學校的校長 是他以前的學生 我從一個一線城市的中年小學 調到了二線城市的郊區小學 算是發配吧 這個後門走得也不錯嗎 你知道 我是為什麼調到這兒 同學們 接下來我把剛才的訓練情況 給大家總結一下 剛才呢 咱們這個第四組和第五組啊 表現都不錯 但是呢 咱們其他組啊 還是存現一些問題 有個別同學呢 存在這個走步 打手 等犯規動作 所以呢 接下來大家訓練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這些細節 大家都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 聽明白了 好 接下來大家就 自由活動 解散 秦老師 您好 您好 我是二三班新來的班主任 我叫夏初 聽說了 學校新調來的 一位美女老師啊 夏老師啊 你找我有事嗎 哦 對了 我給您介紹一下 這位呢 是我們班高蘭妞的家長 高盛函 你好 你好 我是蘭妞的父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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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班今天 發生了一點小意外 我想佔用您幾分鐘時間 來解決一下 可以啊 現在正好是自由活動時間 蘭妞 你知道嗎 我們每一個人 到一個陌生的新的環境 都需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 包括對於身邊的人 也需要有一個從陌生 到互相瞭解的過程 其實 夏老師小時候也轉過去 也遇到過 跟你一樣的問題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啦 那你知道 夏老師當時是怎麼解決 跟同學之間的關係嗎 那個時候呀 夏老師的爸爸跟我說過 其實每一個人 都像是一面鏡子 你對他笑 他就會對你笑 你對他發脾氣 他當然也會對你發脾氣 所以呢 別人怎麼對你 其實都是要看你自己的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同學們 你們都過來 你們都過來 現在呢 你可以看看 剛才夏老師說的對不對 同學們 真對不起 剛才我不該打你們 高蘭妞同學 我們的媽媽和奶奶 也教育了我們 剛才在課間的時候 我們確實做得不對 是啊 高蘭妞同學 我們不該嘲笑你 也不該扔你的書 我們也向你道歉 對不起 好了 矛盾沒有了 問題也解決了 夏老師有一個提議 你們呢 跟高蘭妞同學 也算是不打不相識 從今以後呢 你們既是好同學 也是好朋友 怎麼樣 好 高蘭妞同學 要不我們一起去跳繩吧 我不喜歡玩那種遊戲 要不我們去打籃球 你會打籃球 在球場上你就知道了 那太好了 其實啊 我們也都很喜歡打籃球 剛才說去跳繩 就是因為牵著你是一個女孩子 爸爸 那我們去打籃球了 去走 去走 確實比我有辦法 夏老師 可有所长吧 高尚涵 你去忙你的吧 以后蓝妞就交给我了 我的宿舍已经收拾好了 以后晚上你没有时间的话 就让蓝妞跟我一块儿住 好 夏老师 真的非常感谢 因为之间真的不用那么客气 那我先走了 高尚涵 夏老师 还有什么事吗 真的不明白我的用心吗